兩位金神父現在已經全身投入堂區服務 剛好他們服務的堂區在地點上也很接近 甘東州神父是梢基灣聖十字架堂的助理師堂 而金融載神父就是柴灣海聲堂的助理師堂 不過甘東州神父無論在年紀和身形上都比甘融載神父大 所以我們就叫甘東州神父為大甘 甘融載神父就叫他細甘 大甘神父來了香港已經有七五幾 他比細甘來早了幾年 他剛好來到香港的時候 要適現這裡的生活一點都不容易 怎樣去適應香港的社會 或者香港的教會等等 我自己博斗一下 我的習慣是這樣的 我去哪裏我去哪裏呢 我去哪裏呢 第一我買將我的地圖 認識一下這些地方是怎樣的 我來香港就買了香港的交通的指南 我無論去哪裏都帶著這本書去看的 那我自己想想很需要認識這個地方 就是我不用上學了 放假那天我拿著這本書到處去 我自己努力適應新的環境 由於剛剛來到香港 還未熟習廣東話 所以當時他並未委派到唐區 正式做牧民工作 而在那幾年 他就在赤柱的馬利諾神父會院 住了差不多三年的時間 我以前住在這裡 在這間房間住了兩年八個月 三年半的時間 我自己入人要搞定了 我們自己設置入全球會的節目 我希望將來我們在香港做什麼 或者對中國大陸我們全家會可以做什麼 我相信這些節目的成就 這些節目我自己要去成就 因為其他什麼手續我會自己去找 那都記心情報道